请你刚刚帮忙留意的问题 你听出来了吗 No, it isn't 在今天的课程里面 我们将一起学习如下的要点 首先在词法方面 我们要学习几个非常重要的介词 比如说under在什么下面 about关于什么 across穿过 after是在什么后面 还有要学会表达正在进行的动作 叫ing的这种形式 在句法方面 我们要学习现在进行时和一般现在时 它用法有什么不同 以及现在进行时 你怎么对别人进行提问 它正在干什么呢 在口语运用里面 我们要复习一下podden的用法 而且还有同学经常问 what about和how about都关于怎么样 它们有区别吗 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课堂 接下来我们进入词法练习 首先啊介词是干嘛的 介词是表达动作的一个方向或者是位置啊 我们来看第一个介词under 你看我的这个右手under 左手下面就是under 下面一个介词about 它本质的意思是环绕 然后慢慢延伸到 关于你看不管哪个点都跟它有关 下面一个介词across 想象我这个胳膊 是一个街道 那从这一头到这一头 就叫across the street 从一边到另外一边穿过去 OK 看最后一个介词after 有一个动词短语叫run after 看字面意思 叫跑在后面 那通常是什么 是不是追赶追逐 对了通常是表示追逐的意思啊 run after 我在后面追里 OK 以上就是今天的四个介词 接下来我们学习动词 怎么表达这个动作正在进行呢 很简单 在动词后面加上ing 就算是我们没有多少英语基础的人 在中文的短信沟通当中啊 也会有人说 我在吃饭后面加上ing 你就马上瞄懂 他正在吃饭 对吧 一般的ing直接加在动词后面 比如说climb 后面加上ing 读climbing 有的同学会读上climbing 这个b是不发音的 是吧 climbing good 有一种情况啊 没办法直接加 比如说run 你看run 后面要双写这个n 加上ing running 但是它的发音没有变啊 run running 为什么一定要加 那我们不加行不行 来看下面这个情况 如果我在变成ing的时候呢 忘了多加一个n 就变成了下面这样 这个单词 两个原因 我肯定要把它切分开的是吧 i 是原因在n前面切 这个u 后面啊就变成了 没有辅音 没有辅音的音节 我们在拼读课程里讲 它叫开音节 这个u字母就要发长音 run ru na in nin 读runing 你看明明一个好好的单词 叫run 被你加了ing 读runing 但是同学们如果记得双写n的话呢 我们在i前面 切一下n 是不是前面的单词还是run 后面呢是not in name running 所以双写这个n 是为了保证它的发音 加了ing之后不会进行变化 那run的单词结构叫避音节 它又是单音节词 所以它一定是中毒的 所以课本上会出现一个概念叫中毒避音节 要理解这个概念 你必须要理解什么叫音节 什么叫避音节 什么叫中毒避音节 对吧 我相信大家通过Lennie的讲解 以后再也不需要死记硬背了 只需要加完Ing 把单词切开之后 看看发音有没有变化 接下来句法方面 我们今天要学两个对比的时态 一个叫一般现在时 一个叫现在进行时 哇 有很多同学一听时态这两个字 先蒙圈了 其实呢 什么叫一般现在时 表示经常发生的动作 比如每天吃饭吧 我每天跑步吧 什么叫现在进行时 表示现在正在进行的动作 比如说正在吃饭 正在跑步 我们看两个正在进行时的例句 Jane is sitting under the tree now is sitting 此刻正坐在树的下面 Jim is playing games now Jim正在玩游戏 描述的是此刻的动作 那一般现在时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 现在进行时 它在表达上面 它是有固定的结构的 其实啊 就是m is are 加上doing 经常呢 我们因为说m is are 比较费劲 这么多词 所以总结起来 就是be加上动词的ing形式 这个be在这里还是动词吗 我们之前学过be动词 但是这里的be可不再是动词了啊 变成be住词 为什么呢 一个句子只能有一个动词 所以长在动词前面的be 就突然变成了be住词啊 如果大家分不清什么叫be动词 什么叫be住词 那我们接下来把这两种be 进行一下比较 我们来看一下进行时 Jane is sitting under the tree 这里面说Jane正坐在树下 你听到的动词就是坐 是吧 那坐前面的这个be 它就是住词 记住一个口诀 一句一动 一个句子里只有一个动词 咱们再看一下一般现在时 Jane is under the tree Jane在树下面 这里没有正在树下面 就是is under the tree 所以这个句子里只有一个be 所以它毫无意外的 就是句子里的动词 所以这里叫be动词 大家能分清吗 分不清也没关系 我们在后面还会不断的强化 因为分清楚住词和动词 对于大家去迅速的理解一个句子 非常重要 所以大家要理解句子的文字 只要记住四个字 一句一动 接下来我要带着大家进行一下 句法转换的练习 怎么把一个现在进行时的陈述句 变成一个疑问句呢 咱们含译 Jane is sitting under the tree 这个句子 把Jane一画横线 你就不知道是谁了 对吧 who who who是谁 只要问人呢 都问who who is sitting under the tree 那咱们继续画线部分 把under the tree画起来 那要该问 where where under the tree是地点 where where 问地点 where is Jane sitting Jane坐在哪里啊 那如果我把除了Jane后面所有的信息都画起来 你只知道一个人 你不知道什么信 你不知道其他的任何信息 那你就说 什么呀 干嘛呢 是吧 what what 问什么 what is Jane doing 她正在干嘛呢 所以我们刚刚学会了 对一个句子里的任何一个信息部分进行提问 who 问人 where 问哪里 what 问什么 咱们现在如果能够熟练地使用句型转换 那么在考试的时候 这一部分就不会再丢分了 咱们再来看接下来的口语运用 pardon的用法你还记得吗 三种表达 一个叫 一词成句 pardon 就是一个句子了 还有说 pardon me 原谅我一下 还有一个最完整的说法叫 I beg your pardon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 what about how about 都是询用别人的建议 这个怎么样啊 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当表示建议的时候 没有什么区别 比如你问别人要喝茶吗 what about some tea how about some tea 这两种说法都是可以的 他们的区别几乎为零 以上就是今天的知识点 我们来快速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首先在词法方面 我们学习了四个介词 介词它是表示动作的方向 或者是位置 比如说under在什么下面 about是围绕 其实慢慢衍生到关于什么 你看360度 across是从一边穿过到另一边 通常是穿过马路啊 过河呀 从这边到那边 after表示在什么后面 我们要记住一个短语叫run after 追逐 我们要是抓小偷 肯定是run after him 我们还学习了动词 便正在进行试的时候 只需要在动词的后面加ing 一般情况下直接加 但是有一些词它必须要双写加 什么样的词就是避音节的词 为了保证它的发音还是短音 所以必须要在后面的辅音给它双写一下 比如run running 在句法方面我们进行了现在进行时和一般现在时的对比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就是一句一动 同样看着像b 在一般现在时里面 一个句子里只有一个动词的时候 这个b就是动词 在正在进行时 它是be doing 其实真正的动词一定是这个doing 所以这个b它就是助词 帮助动词构成现在进行的这个结构 那同学们还学习了如何对正在进行时这种句型进行提问 我们练习了话线部分 问人就是who 问地点就是where 问干什么的就是what 咱们在口语运用里面复习了pardon的用法 最后landy还解决了大部分同学的困惑说 what about how about 它到底有什么区别 表示建议的时候没区别 那以上就是本节课的所有知识点 恭喜大家又完成了一课 通过对课文先进行听说训练321之后呢 咱们再来进行词法句法口语运用的全面学习 咱们对所学的课文就有了全方位的掌握 但是如果你还没有完成听说训练321 那赶紧去练习吧 现在是时候秀出你的实力了 landy老师把课文用图片的形式呈现给你 请你尝试着通过对图片进行课文的复述 咱们一起来试试看吧 where's Sally Jack she's in the garden Jane what's she doing she's sitting under the tree is Tim in the garden too yes he's climbing the tree i beg your pardon who's climbing the tree Tim is what about the dog the dog's in the garden too it's running across the grass it's running after a cat 如果你能通过landy给你准备的课文的图片 并且将课文内容复述出来 那就要恭喜你圆满完成了本节课的学习 通过对课文先进行听说训练321之后 咱们就不难理解这些相对有一些枯燥的知识点了 如果你还没有完成听说训练321 那赶紧去练习吧 我是Landy老师 咱们下节课再见吧 See you next time and bye for now